我们在达语的这个课题 里面抬讨我们的培读 我们的先知人穆罕默德继续加剧 远于追随者 上节课我们学习到了 关于什么是伊斯兰 我们解释了什么是伊斯兰 我们学习到了关于 伊斯兰宗教的三个等级 这节课我们学习 宗教的三个等级的第一等级 什么是伊斯兰 这节课我们当然要学习到 伊斯兰的要素 第一要素 作证觉悟应受崇拜者指出善拉 作证穆罕默德 善安拉的奴仆 善安拉的使者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念了作证言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作证 觉悟应受崇拜者指出善拉 作证穆罕默德 善安拉的奴仆 善安拉的使者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意义 只是念了 不知道他的意思 意义 他不会受益 这就是我们的首先要学习到的 他包含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也就是两个重要的支柱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 善安拉以外没有应受崇拜者 所有善拉以外的受败者 都是无效的 无意义的 虚妄的 第二个支柱 也就是第二个方面 要肯定 善拉是应受 独一应受崇拜的 这两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 否定了所有 善拉以外的 一切的受败性 第二个支柱 要知道 要肯定 善拉是独一应受崇拜的 所有对善拉以外者的崇拜 都是虚妄的 这是作证言的第一部分 崇拜主义的善拉 否定善拉以外的 一切的受败 第二部分是 我们作证 穆哈尔摩德 是安拉的奴仆 是安拉的使者 阿بد 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认为 阿بد就是奴隶的 奴隶的意思 能够 奴隶也就是 能够把这个人 能够买卖的奴隶 有人把它 理解成这个意思 这种理解 是重大的错误 阿بد的真正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经常 翻译成奴仆 的真正的意义 阿بد的真正意义 是指 我们的使者 没有 像安拉那样的 受败 受败性 不是和安拉 同等的 他是一个人 没有受败性 如果一个人 对使者 穆哈摩德 有任何的崇拜 那么他的 陶黑的 都出现了 重大的问题 再有一点 应当注意的是 就是我们 一个人 要崇拜 阿拉 必须要 追随 阿拉 所派遣的 使者 所命令的 孙大那样 去 崇拜阿拉 也就是遵循阿拉的命令 遵守 孙大 去崇拜 阿拉 一个阿布德 也就是奴仆 他不能 受到崇拜 穆哈摩德 他是 安拉 赐福于他 他是 安拉的使者 安拉的奴仆 他不是 受败者 如果有人认为 穆哈摩德 跟阿拉 赐 赐予他福安 有 受败性 那么这个人 不是一个 真正的 穆斯林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安拉的使者 穆哈摩德 他不是 受败的 他不是受败的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 他所传达的 盛行 是我们需要 遵循的 他不是一个 说谎者 他是诚实的 传达了 安拉的 启示 再强调一下 他是 穆哈摩德 是安拉的 是安拉的 仆人 是安拉的奴仆 不是受败者 一个人 要崇拜 独一的 安拉 必须要 遵循 安拉 所派遣的 使者 也就是 遵循 圣行 来崇拜 安拉 按照 安拉 所命令的 方式 去崇拜 我们 作证 安拉 派遣了 使者 这就是 第一要素 伊斯兰 五个要素的 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是 没有说 拜公 而是说 例行拜公 为什么 之所以说 例行拜公 我们 就是要强调 我们 去 用自己的行为 来 崇拜 安拉 来面对 安拉 所以我们 必须要学习 如何 去 礼拜 第三项 完那 克施 为什么 我们 要说 完那 克施 而没有 单独的 说 克施 是要表达的是 必须要 执行 克施 也就是要把 克施 拿来 拿来 应当教 克施的人 从应当教 克施的人 那里 拿来 相应的份额 在 确定的时间 来 交给 八种 应得 克施的人 之后 第四项 要素 就是来 封 药马赌 月的 斋 第五项 就是对于 有能力的人 要去 朝进 那 好 阿尤 阿尔 至之 至 至彻 至于